有時候看到一些很好笑的one liner 很發人省思的one liner 那覺得不介紹都很可惜 大家好 我是Paul 周圍到周圍為其督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講幾個 尤其是比較偏重於sarcastic sarcasm 就是諷刺 然後剛才就搓人一下這樣子 要是你還不太熟悉所謂的搓人是什麼概念的話 現在其實年輕人也常看到這個字Troll這樣子 我們有時候翻譯成網路酸民 然後要是你想要去酸人家一下 Troll一下人家的話 Troll這個字可能用動詞跟它名詞 所以我是一個網路酸民 I am an internet troll Because I troll people 所以要是你想Troll一下人家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sarcasm 我們今天尤其介紹的就是講說取笑一下對方 所以不見得說人家笨 說人家太自我中心 說人家太自戀 那你用一個比較高明一點的 高級一點的方式來去戳一下人家 還蠻搞笑的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往下看一下下 第一句 If you find it hard to laugh at yourself I would be happy to do it for you 所以要是你覺得自己笑自己是很困難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嘲諷自己其實是最好的嘲諷 最高級的笑話就是開自己的玩笑 但是你要是覺得你自己開不起自己的玩笑的話 沒關係 我來幫你開這樣子 我來笑你 So if you find it hard to laugh at yourself I would be happy to do it for you I can laugh at 好這個這個算蠻直接的 來比較不會說很難懂 再下一個也是很簡單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算 我們常聽到這句話 可是你沒有想到這句話可以做這樣的翻轉 搞笑這樣 所以我們中文也會說 當一扇門關起來的時候 一定有另外一扇門會被你打開 或之類對不對 So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pens Yeah 當一扇門關了 另外一扇會打開 Or you can open the closed door That's how doors work 或者你可以就把關上的門再打開來 因為門本來就應該是這樣運作的 所以你不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嗎 當一扇門關起來的話 你不用等另外一扇打開 你就把關上的門再打開就好了 門本來就應該是可以打開的 再讀一次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pens Or you can open the closed door That's how doors work 所以人家對你把門關上 你就硬把它敲開 對不對 好 下一個 Have no fear of perfection You'll never reach it 這是達利說的 OK 所以我們不用害怕完美 所以我們應該要追尋完美 不要害怕他 為什麼 反正你達不到 Have no fear of perfection You'll never reach it OK 下一個 Don't be so humble You're not that great 這講得也好直接 OK 你不要那麼謙虛啦 如果你承諾人家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很怎樣 你不要那麼謙虛 你沒那麼棒 Don't be so humble You're not that great 這個都很直接我覺得 這邊 這些其實轉彎的不太多 來再往下看一下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be stupid But you're abusing the privilege 每個人都有權利 每個人都有權利 當一個愚蠢的人 OK 每個人都有笨的權利 可是你仿佛是在濫用這個權利 你在濫用這個 你在濫用這個愚蠢的特權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be stupid But you're abusing the privilege 用了一些不同的字 來去講這個東西 來 再下一個 When science finally locates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Some people will be surprised to learn They're not it 好 當科學終於找到了宇宙的中心點在哪裡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宇宙的中心點 然後有的人可能就會很驚訝說 蛤 原來不是我嗎 OK 因為很多人真的會覺得世界在繞著它轉 我事實上認為絕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想的 絕大部分人都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自認為宇宙都是繞著自己轉的 因為我常常覺得就我在跟人家聊天或什麼之類的 每個人都只想聊自己的事情 真的 你想要當一個good talker If you wanna be a somebody who is good at communication It's easy just listen to people Ask questions and shut up And people will see you as a very good communicator They think you're a very good talker OK 因為 you don't talk OK ironically A good talker doesn't talk 很矛盾的是 一個很好的談話者是不太會談話的 不講話的 OK 因為每個人都喜歡講自己 So 所以再讀一次這個句子 When science finally locates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Some people will be surprised We'll be surprised to learn They're not it 所以他們竟然並不是宇宙的中心點 OK 好 來下一個 Some cause happiness wherever they go Others whenever they go 這是王耳得獎 OK 我覺得這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要思考一下下 這個要轉一下 玩 Some 就是 some people Cause happiness 造成快樂 有些人會造成快樂 Wherever they go 所以他們走到哪 他們就是開心的源頭 開心的製造器這樣子 而有一些 而其他人呢 所以有些人是這樣 而另外一些其他人 Others other people Right Whenever they go 好 什麼意思 所以 而其他人呢 則是 只要他們走了 大家就開心了 每當他們離開現場 我們就可以開心了 因為這個人就是一個 Party Pooper OK 他就是一個讓 一個Party搞爛掉的一個人這樣子 使得大家都笑不出來不開心 這個人很難開玩笑 這個人永遠跟不上大家談話的節奏 A Party Pooper OK 或者每個人在 大家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只會講一些他自己 最近所經歷的苦難或幹嘛的 你知道我毛上個禮拜死掉了 Come on man We're having a party We're having a nice time 所以一定要大家必須去安撫你的 這個死掉貓的情緒嗎 Right 那這種人就不好 Right 所以呢 有些人走到哪裡都是開心過 有些人只要離開 大家現場就開心了 這個中文翻得真夠爛的 但再讀一次英文給你聽 因為他這裡的trick就是 trick就是wherever跟whenever 這兩個字拿來玩 說真的 So some cause happiness wherever they go others whenever they go 好這樣可以了 OK 好然後我們就看到最後一個了 今天這個講短短的 大家開心一下就好 我覺得這個也是需要多想一下 講這個是羅斯福總統 OK If you could kick the person in the pants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your trouble You wouldn't sit for a month 好你要懂呢 怎麼懂來理解一下 如果你能夠踢那個人的話 踢誰啊 So if you could kick the person 誰呢 踢在什麼地方尤其是 In the pants 就踢他的屁股啦 簡單的說 因為尤其或許 我們這邊講另外一個詞就是 In the pants 為什麼不是on the pants 踢在屁股上 而不是像我們講說 我敲你的頭 我不會說是I knock your head 我knock敲的授詞是你 敲在哪裡敲在頭上 So I knock you on the head OK 或者in the head 會更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一般講說 我們可能剛講的這個理解 敲你的頭頭上 所以我可能你的直覺用on 可是我剛剛也說的in比較好 因為這就是很固定的一個用法 像我如果說拿一個槍射你的手臂 射你的腿 你想要離開我不想讓你跑 你是我逮捕的現行犯之類的 我想讓你不能跑不能繞 離開現場 所以我拿一把槍把你的腿射爆這樣 所以I shoot you in the leg 射到哪個部位用的階級詞 是in不是on 這樣子 OK 所以也有一個固定的片語 這叫做shoot somebody in the foot 而這個somebody常常是反聲代名詞 So you'r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就是你自己拿槍 foot是腳不是腿 就是腳掌的那個腳 所以你拿槍自己打自己的腳 也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 是把自己給搞到寸步難行的 OK 所以你本來想要做一件事情 可以完成什麼目標 結果你卻 用什麼例子來講一下會比較好 shoot somebody in the foot 就像假設你是一個想要投資的人 你的確有一些錢 那你這個錢要拿去投資 想要去開一下飲料店 可是卻偏偏你把這個錢拿去 借給你的朋友周轉 或者你拿去賭博之類的 Yeah 這個就是智慧虔誠的概念 對不對 So you'r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If you lend the money to your friend Right 所以大概這樣解釋OK 所以這個shoots 所以我們把它打一下 所以shoot 多半是反聲帶名詞 in the foot OK 所以我看到你在做一件事情 我覺得不對 我覺得你在智慧虔誠 You'r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So again 回到這個重點就是這個接系詞是in 所以 剛剛羅斯福總統講的 這也是一樣 So if you cook If you could kick the person in the pants 要是你能夠踢一個人 踢在他的屁股上 好 那這個人呢 是得要為了你 絕大部分人生的麻煩給負責的 So 這邊就 關係帶名詞就是who is 但你不要想把who想成是pants 不是 這個who關帶來是person OK 好 關帶來是person 所以中間加了這個階級詞騙語 不用去理他 總之就是踢他的屁股 所以要是可以踢那個人的屁股 誰啊 就是為了你的人生的各種麻煩負責的這個人 那你就大概沒有辦法 大概會有一個月長的時間是不能坐下來的 為什麼 因為你踢的是你自己啊 Right 我們絕大部分人的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 所以要是你真的可以踢這個人的話 那這個人就一個月都不能坐下 因為屁股被踢爛對不對 那這個人是誰 是你自己 所以你呢 就一個月都坐不下來 好所以這個需要轉一下才想得懂 再讀一次整個給你聽 If you could kick the person in the pants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your trouble You wouldn't sit for a month 搞定這樣子 OK 好所以我們今天介紹一些些這種短語 我覺得還不錯 有幾乎我們可以再多講一點點 雖然說這有點影片可能沒有很長 可是我有時候覺得影片短一點大家看起來似乎可能比較沒有壓力 好了anyway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